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潮多 尤其是在出口扎道 驾驶人最容易违规插队 高工举今年就在九个交流道口 设置了电眼侦测 呼吁民众要乖乖地排队 而廉价第一天 今天车流量大致顺畅 下午开始车多 行车的时间有可能会拉长为 平日的三倍 春节廉价第一天 国道大致顺畅 高工举预估全日车流量 110百万车口里 比平日增加两成 但用路人还是要注意 国道拥塞路段 行车时间是平常的三倍 整天还是以南下车流为主 下午的话 可能在一些比较我们国道贫检的路段 像是新竹路段 彰化路段 还有风景区的南头跟桃园路段 都会有一些车流出现 但大致上还是不会造成太大的拥塞 只要事故不要发生的话 国道是还是可以维持顺畅 就怕一有事故发生 国道书运就破功 尤其用路人为了抢快 车道违规插队行为 绿见不鲜 行车记录器的驾驶 准备下车道 但左侧突然出现一辆白色轿车 尽管打着方向灯 但抢快硬切 还是让后方驾驶器的 向要检举 还有遇到车托状况 大家慢慢排队 但不守规矩的驾驶人 硬插队 插点酿成事故发生 这些违规行为 恐怕会让荷包大失血 因为春节期间高工局在九处 重点交流道出口 设置高解析度 摄影机 包含国一五股北端出口 领口A南端出口 大雅系统 顶金系统 还有国三南港 中和国三甲万方木炸 提醒民众春节期间 还是遵守交通规则 否则被拍到 将持上3000到6000元罚单 不但年不好过 还危害交通 大家喜欢这点科性质 台北报道 过年期间免不了大吃大喝 一不小心就摄取了 过多的热量 医师就提醒 美食当前还是要忌口 一般的民众要留意 体重增加的问题 而有三高或者是 慢性病的患者 饮食更是要谨慎 记得要多多地 补充新鲜蔬果 维持规律的运动 才能够健康过好年 林朗满目的糖果饼干 是过年假期 许多民众会采买的零食 如何选购才卫生安全 要注意这几点 不管是它保存的状况 它的温度是不是符合规定 它有没有加上适当的遮蔽 散装食品的保存期限也很重要 不过买得开心 吃还是要节制 饼干糖果 第一个它是很多是属于处理过的 加工过的 它含纳量含量很高 那热量也高 对高血压的控制就变得不好了 那糖果呢 对血糖来讲又更是不好 除了零食类 过年聚会常常大吃大喝 一般民众要注意体重增加 三高级慢性病患者 更要懂得控制饮食 高热量 高油脂 油炸 油煎的东西都多了 这些东西对三高问题的病人 真的蛮严重的一个警告 那另外呢 就是肠胃消化不好了 避免暴影暴食 多吃新鲜蔬果 也要有适当的运动 减轻身体负担 让自己健康开心 过个好年 大海新闻张公团欧光辉台中报道 过年前民众家里大扫除 清出来的垃圾跟废弃家具都爆量 清洁队员呢 必须要加班来应应 为了要慰绕这一群劳苦功高的清洁队员们 台北市长柯文哲 早上来到了万华清洁队 送上了慰问礼 感谢他们平日的付出 无论在白天黑夜都能看见这些黄色制服穿梭在路上 趁着过年前家家户户忙着大扫除 垃圾量也比平常多出约一半 清洁队员也得夹派人力来处理大量的大型废家具 趁着除夕前的休假日 台北市长柯文哲拜访万华清洁队 送上水果礼盒与红包 慰绕清洁队员平日的辛劳 也感谢他们全年守护城市整洁 过年期间民众返乡出游 也别忘了有一群清洁队员 人默默留守岗位 为市人环境寄引分立 大爱新闻范秀宜 叶宜玲 台北报道 美风佳节独居的长者是倍感孤单 在高雄就有这么一群企业家发挥了爱心 到独居长辈的家里来打扫 体会到了健苦之福外 也感受到了行善行孝不能等 扫出厚厚的灰尘 这三瓶不到的住所是独居长辈洪爷爷的家 其中卷起袖子帮忙打扫的是营建业的老板 上一次就是他在FBPO 结果床啊什么都救了 那我在FB看到的时候 我说我就跟我们那个学长说 我们送他一个新的床还有床垫 我们又重来这个地方看到又是一团乱 所以我们今天又持续地在帮他整理 除了整理也另外送上简单家具 看到红爷爷的处境 让这些企业家们也想到家中的父母 以后父母亲也是会老 他也是需要我们去照顾他们啊 对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 是用什么 是用那个 家里变干净了 他们还陪爷爷玩桌游 感受碾味 跟阿公做一些简单的趣味互动 让阿公可以刺激一下他的头脑 减缓他的失智症这样子 感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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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寒冬送暖 大家用双手温暖长辈家园 更也深深体悟 行善行孝真的不能等 大爱新闻家新闻朝中高雄报导 国际焦点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在美国跟俄罗斯间是蠢蠢欲动 美国国务区蓬佩奥在当地时间周五 宣布美方要暂停旅行跟俄罗斯的中程导弹条约 周六就会生效 美方指责俄罗斯一直在明显犯规的行径 如果这半年内的情况再不改善 维持三十多年和平的核武协议 很有可能就会瓦解 历史上重要的一刻 当年的美国总统雷根 和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 在华府签下的核武协议 终成导弹合约 现在面临破裂危机 美国指责俄罗斯从几年前就不停犯规 最近研发的中程导弹射程 明显又违反条约内容 因此决定暂停协议 美国还表示半年内 如果俄罗斯没改善 将全面退出协议 北约组织表示 全力支持美国的决定 然而专家警告 退出条约只会进一步 危害美国安全 美国能强化对抗中国大陆军事的实力 但美俄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 没有协议的规范 将掀起武力竞赛 全球恐怕再度陷入冷战风云 打来新闻 郑宇轩编译 关心国际天气 南北半球两样情 在北半球的美国出现了 零下50度的低温 至于在南半球的澳洲 一月均温刷新的记录 飙迫30度 当地就像这样子 酷暑的一个天气形态 让南部的野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气象单位警告 这一波热浪很有可能会持续到 4个月才会趋缓 大量鱼全浮在水面 翻渡死亡 渔民手上拿着 活活被热死 超过百岁的大鱼 拍下影片控诉高温 对当地带来的冲击 澳洲今年1月 突破有史以来 最高温 主要因为高气压 在南部塔斯曼海域 阻挡冷空气往内陆前进 也造成雨季来得比 往年晚了快一个月 塔斯马尼亚省 一月降雨就少了两成 打破历史记录 温度居高不下 又加上雨水不足 导致野火烧不停 科学家警告 这可能只是极端气候的开端 而且这波夏季热浪 不是短时间就会结束 恐怕会持续到4月 未来这还会变成常态 根据专家预估到2100年 澳洲南部阿德雷德 恐怕会有超过半个月 高温40多度的破纪录状况 大海新闻洋情编译 好 关心这一期的水坝意外 这是发生在巴西的东南部 有铁矿场大坝溃堤 瞬间的画面曝光了 到目前为止呢 造成了有110人死亡 还有238人失踪 当时呢 有这么一名救援英雄 在家园全毁 还有家人失踪的状况底下 投入了救灾行列 帮助了40名的伤患 这消息传出感动了许多民众 只不过呢 在目前救援的行动持续 但是泥流下陷难以挖掘 救灾的速度是相当缓慢 大量采矿废料直冲而下 上星期巴西东南部 铁矿场大坝溃堤的 瞬间画面曝光 民众回到现场 想起当时紧急的搜救情况 还历历在目 女孩满身沾满泥巴 身受重伤 看起来相当痛苦 费雷拉在一旁鼓励她 直到救难人员出现 当天费雷拉同样失去所有 不过她依不容辞投入救灾 在现场默默协助受灾民众 一共救援了40人 费雷拉应用的行为 让她成为这场灾难中的救援英雄 不过她的心情无谓杂成 因为还有家人到现在 始终下落不明 目前搜救工作将达到 泥流堆积更深的地方 因为不容易挖掘 救援速度会更加缓慢 不过救难人员不放弃希望 利用声纳和雷达各种器具 希望寻找更多生还民众 大家新闻 杨请便宜 邻居盛念迎新年 美国北加州慈祭岁目祝福的活动 今年是扩大举行 一天有两场超过了千人来参加 30位年轻学生组成了古队 几股齐名 道气十足 另外还有200位的北加志工 演绎精脏 同样感动了台下的民众 圆满了这一场浮会双修的活动 几股齐名 30位学生从中学到大学都有 默契十足 打出了他们的规矩与自制 也展现了他们的青春色彩 200位北加州志工走入京藏 曾经有一个月的时间 都忙于灵火震灾 练习一度中断 但丝毫不减 庄严氛围 法海一致 撼动人心 一颗修行的心来做事 而不是说只是做善事 或是做法心家人而已 而且从经常中让我觉得 真的要实时心存善念 北加慈记岁末祝福 今年扩大举行 有超过千人来参加 透过影片了解慈记的善足迹 心中的感动有满满的佩服 爱来疗伤 这个我非常感动 大家的努力 不管什么宗教 不管什么肤色 都是尽力地去帮助 去治疗他们的悲伤 福惠红包 爱得传家宝 用祝福和众人结善员 也一同祈祷 祝福美国能够一天比一天 平安幸福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张金宝 林洪珍 容长明 美国报导 寒冬送暖 香港的慈记志工 定期地为街友们送热食 在过年前特地送上了 郁寒的衣物 还有应景的年节食品 香港慈记志工送热食来 由于街友常逗留的公园 天桥下都被封锁 找不到街友 志工划定点为主动 走访 大树下 商店里 任何一个角落 亲自把物资送上 寒冬送暖 对无家可归的他们 在过年团圆的日子里 更需要家的温暖 亲身的问候 已经暖和了他们的心 身上的短衣换成了 保暖的长衣 还有热腾腾的食物 让这个夜有温度 一只的 金山举的几次的 我们是清洁的 清洁的身金很微薄 变得他租 他也都租不了了 有一年都已经跟着我们 这个行人 在国附阜的地方 放下心房 职工团队里已经有 接友加入 爱让香港的街头不孤单 大爱新闻 真正美职工梁苍才 香港报道 至于这一场的 岁末新春发放 照顾户跟职工们 是庆团员传温情 马来西亚北海之会的 慈禧职工 把会场布置得喜气洋洋 还有精彩的节目 跟静思围炉招待 共度了温馨的吉祥年 岁末年中 北海慈禧职工 邀约照顾户来围炉 也用心安排节目 要让大家提前感受 过年欢喜的氛围 喜欢让我记忆深刻的是 送茶区 因为送茶区可以让我 父母近距离的沟通 然后可以尽孝心 也透过影片 劝大家要如素 就是她说 她那只猪看着她的眼神 问她一年多的感情 为什么还要拖我出去 让人家刺掉我 让人来杀我 这个真的很痛 小钱行大讪 回家过年 大家不忘带着爱兴主统 铺买回家 我下午了 我爱餐后吗 爱包丝的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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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帮助很多人 所以我们应该是祭福 给我们自己的子孙 还有自己 然后因为人家帮我 我们帮人家 就是这样 在祈祷声中 善念聚集 一起为家人社会祈福 带着满满的爱 迎接新年的到来 大爱新闻 这次美职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把握分秒 仅仅不空过 在台中有位环保志工 潘雅明 因为有仲厅关在家里 不过他跨出了第一步 做环保之后 就感受到了 志工像家人般的关爱 从此他发心投入 没风寒暑假 还带着孙女 一起来付出 低着头 专心投入环保 68岁的潘雅明 从前在空军基地 维修保养飞机 现在他发挥专场 用专业技能拆解分类 他太太跟我讲说 他自从来做环保以后 他觉得环保 是他生活的重心 因为以他有这个技能 但是他没有地方花挥 在南拆解的物品 经由他手都能处理妥当 潘雅明说 自己有重厅 一开始还不敢来做环保 担心跟大家有隔阂 我才考虑了一个礼拜 我就说来试试看好了 自己都很和气 都把我当家人看一样 志工关爱 潘雅明备受温暖 从此发心投入 一星期来付出好几天 每逢寒暑假 总会带尊女来帮忙 做环保可以减少地球的垃圾 很多 所以我很喜欢来这里 我喜欢来做环保 我觉得环保很有意义 对他们很好 因为这样子 会让他们有一个独立性 自己在那工作 可以算是一种修心养性 静静做环保的潘雅明 让孙女从小接触环保 净化身心灵 大爱心无黄子凌旺光辉 台中报道 带您来缅怀这位长者风范 印尼金光集团创办人 黄毅聪居士 日前在家中安享离世 他在正言上人的心中 是一位父中之父的典范 不止是当穷人生命中的贵人 爱的能量还带动了印尼的企业界 黄居士用尽了生命为众生 佛法中也克服了万难 值得所有人向他学习 他在这个国家既族亲众 也是世间的开模 他都是一项受人尊敬的 没有负面的 生命的价值 不是在明或是力 明与力 对自己的生命 只是一时的风光 人的过后会去追逝他 感念他的 不是说他有多少钱 他有多大的学问 不是 都要说他的德 德恨 这种的得性 这种的国旗栋梁 才看得起人人的追逝 就是人人的无愧于天地 就那样的 在生活那样的迁据 可以曝出 这就是一位 在佛法中里 克服万难 用尽生令 为众生 这都是真的做到 慈激医疗制业 今天上午到 近思经社来向 正言上人辞岁拜年 献上了今年度获得的奖项 也祈愿大家在新的一年 能够持续地造福 病苦缠身的众生 实践身为大医王 与白医大师的使命 学院创新奖 学院创新奖 一一献上医疗制业 年度获得的奖项 全台七家慈激医院同仁 向正言上人此岁拜年 秉持着上人的理念 我们要欺验一家 感恩尊重生命爱 那么何见无争 共服务员一起努力 远在外地的同仁 无法到现场与会 因此透过视讯来连线 各自也录制了影片 希望给予人人 在新的一年 无限的祝福与希望 期待我们这一份过去的 有点用心连连的放在心里 日日的付出 付出的每一件事 都是好事 好事连连 祝福大家新年 事事如意 未来是平安福慧年 正言上人 与禁思金社法师 也发福慧红包 愿增长福气与会命 期待每一位大衣王 与白衣大士 持续为病苦付出 带新闻阳爱婷 刘洪志 华林报导 台北慈禁医院团队 也在上午跟金社连线瓷碎 面对升温的流感疫情 一时提醒 民众返乡出游 在车子的密闭空间里 最容易感染了 除了是要戴上口罩 摇多多的喝水 维持上呼吸道的湿润 增强保护力 慈悲喜色 不仁间 大乎于乐 同大便 台北慈禁医院同仁和志工 今早向正言上人 及全球慈禁家人 慈岁半年时 除了透过影片 回顾过去一年 将医者之爱 撒播至偏乡及国际外 也誓愿追随上人 以感恩尊重爱的精神 解除患者病苦 我们怎么样尊重 我们自己的生命 发挥我们的良能 修福修会 跟随上人 抢救所有需要的生命 迎接新的一年 也要注意健康 面对升温的流感疫情 民众返乡或出游时 长时间在密闭的车子里 病毒容易传染 而且身体疲劳 抵抗力下降 除了可戴口罩外 医师也提醒要多喝水 我们上污吸道的一个粘膜 它本身是可以分泌一些IGA 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免疫蛋白 可以帮我们去中和消灭 未来的病菌 上污吸道的粘膜保持湿润 那也是可以进一步 抵抗这些病毒的入侵 所以多喝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春节期间包括台北慈激医院 全台有156家医疗机关 开设列流感门诊 医院的急诊也全天候服务 如果有感冒 发烧 全身酸痛 疲惫等症状 要尽快就医治疗 大家新闻 王一芳 张国雄台北新电报导 即将过年了 台南的慈激志工 特别到各个警局拜访 除了是嘘寒问暖和新年 还献上了喜气洋洋的灯笼 来 欢迎大家平安 谢谢 送上喜气的灯笼 慈激志工走访台南各警局 受上关怀 警察人员 每一年他们春安的时候 就是过年的时候 他们就是勤务很多 我们慈激志工资金会 就是说要关怀这些警察的辛苦 感觉到这个社会的温馨 也让同学觉得说 帮助别人是一种 是一种帮助自己 这一部分是同学 现在给予自己的最大的 支持的力量 这也是算我的家 而且比我家住的日子更多 我老婆有时候这样 都来这边送爱心晚餐跟午餐 耐心聆听人民保姆的新鲜 也是志工警局走春的重点 一份祝福跟关怀 让辛劳的人民保姆 感受到社会暖暖的温情 大家新闻 下面追踪台南综合报导 以上就是大爱一台的 五间新闻 稍后回来大爱二台午餐会 请您持续锁定 中文字幕提供 非常重要的 项目和透过自身专业 提高观众对 请他们都要接待外 观众对 春节气氛越来越浓厚了 今天的午餐会现场 我们就要带大家到 东南亚国家印尼 来感受一下年节的氛围 这里华人相当的多 唐人节也已经是热闹滚滚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把时间连线 给印尼的主播洪姜伟 带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年节的氛围 姜伟请说 好的 佩玲您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印尼亚加达 大爱电视台 后天就是除夕 在印尼的华人朋友们 也正在准备过春节 亚加达的各个角落 可以看到许多年或市集 农历新年也给许多零售商 带来商机 透过镜头带您来看看 亚加达华人的年是怎么过的 迎接春节的到来 浓浓的春节气息 遍布亚加达整座城市 来到亚加达唐人街 可以看到各种 兜售着年获的市集 农历新年期间 这里吸引了亚加达市内外的人潮 钱来购买 例如这位来自农市的达玛万 特地来购买各种装饰品 唐人街是认识中华文化的窗口 也是许多零售业者赖以为生的地方 趁着农历新年期间 许多人将住家布置得更有春意 一直以来 印尼华人持续保留 这个传统节日 期待在这新的一年 可以带来平安 健康和吉祥 大爱新闻印尼综合报道 今年印尼大爱电视台再度参加 由中国南宁电视台发起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印尼 新西兰等 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和机构 联手打造的春天的旋律 2019跨国春节晚会 创下有史以来最多国家参与录制的春晚节目 我们来看看精彩片段 《春天的旋律》2019跨国春节晚会 在中国广西省南宁正式录制完成 晚会以经典勇团园为主题 以中华传统的经典诗词为美 以最生动丰富的文艺形式 把全球华人的祝福 交融会通 广为传递 奏响一支最美妙的春天的旋律 印尼大爱电视台 把最具印尼特色的萨满舞 带到华人的春晚舞台 晚会围绕经典勇团园主题 向全球华人送上 最具中华情怀的文化大餐 经典即网络全球华人 而熟能详的新典文艺作品 团圆即成就新春到来之际 全球华人庞大的情感汇聚 本届春晚还继续上演了 来自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印尼 新西兰 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精彩新春节目 和来自中国的传统新春文艺形式 进行碰撞 既多元又热闹 今年是印尼大爱电视台 第二次与跨国春晚进行合作 在印尼独家播出 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 与13个国家的媒体 共同合作 互相学习与交流 介绍各国华人的跨年习俗 然后把全世界华人的这份日情 带到每个国家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本届跨国春晚将在印尼大爱电视台 和13个国家和地区的17家媒体 在除夕和过年期间同步播出 为全球华人奉献了一场 兼具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和情感温度的视觉盛宴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此今一年分会趁着过年之际 在各地举行岁末祝福感恩会 单容巴莱吉语问这一场 邀请政界代表民众一起参加 充满新年的喜气 也传扬慈悲佛法分享大爱 趁着一年一度的岁末祝福 分享好人好事 期许新的一年人人做好事 让社会变得更祥和 一年一度的岁末祝福感恩会 单容巴莱吉语问慈激志工 用心筹备提前向民众 分发邀请函 精心做彩牌 要给每一位来宾留下深刻的印象 透过影片回顾 带领民众一同观看 慈激2018年走遍全印尼的足迹 吉语问献 地方代表理事会人员 也是慈激会员 他非常赞同慈激不分宗教 种族乐于助人的精神 除了杨立财 沙萨纳佛教基金会会长 苏尔悠也来到现场 一同见证慈激2018年的足迹 他对慈激所举办的活动印象深刻 连续两场的岁目祝福感恩会吸引了丹荣巴来吉语问七百多人出席 许多人对慈激的志愿有了更深的体会 大海新闻 凯文 优吉 丹荣巴来吉语问财风报道 这几天我们在印尼也有浓浓的春节气息 我在这里代表印尼大电视台全体同仁 向台湾的朋友们拜年 祝大家新春愉快 福会双休 工作顺利 我们把现场交还给台北主播佩玲 好 谢谢姜伟也祝福你新春愉快 诸事大吉 那么我们知道你刚刚从中国大陆的跨国春节晚会 才录制节目回来 刚刚第二则的报道当中 觉得这节目是相当的精彩 不晓得你在现场除了看到热闹之外 有没有什么特色或者是幕后的漏网镜头 可以来推荐给我们台湾的观众朋友 姜伟请说 是的 佩玲这一次我们和13个国家和地区 的主持人一同合作 一起交流互相学习 我们也把最具印尼特色的萨满舞 带到春晚的舞台上 那么我们今年的特色 就是以中国的古诗词为媒 所以在这一次也背了很多很多的古诗 所以期待把全球华人的祝福 带到印尼 带给印尼的观众朋友们 好 谢谢姜伟 跟着你的报道 生理其境观摩到了不同国家的春节文化特色 不能到现场 不过却可以把世界给收在眼里 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报道 那么接下来镜头呢 我们就要来转到的是新加坡了 每一年的春节前夕呢 新加坡的慈祭志工都会举办新春的义卖会活动 今年呢就推动了大家使用环保袋 自备餐具 而现场的厨余呢也都是回收再做成肥料 同时呢为了要降低温度不用空调 而是使用行动冷风扇 处处都看得到用心落实环保理念 新加坡分会一年一度新春意卖会活动 这次在地铁站旁的空地举办 生活用品 素食年货应有尽有 实际办的一年好像比一年更好 大家都很热闹 人潮多但却能够做到零垃圾 人人自备购物袋 也使用自己的环保碗筷 后面还有一大群的洗碗队志工 看不到保丽龙餐具 只有干净的空间 和说不完的善行善事 因为我们必须给社群的东西 我们永远都可以带回 而永远都可以带回 而且有些人都可以带回 因为他们都病了 所以我也在医院的医院 量一样不需要为妙用 天气闷热 行动电风扇发挥作用 蓝土库马和他的朋友 在老板的邀约下特地来帮忙 以前都是来买东西 这次做志工感受格外不同 我感觉这地方很好 因为很多人来会来 店街客屋 ¿ 世界不适合 然后吃饭 所以我感觉非常好 洞员2500多人赐 圆满两天的义卖活动 也带回满满的祝福 大家 新闻 真正美知弓 新加坡众佛道 焦点回到台湾 电子大厂的尾牙 不是吃吃喝喝 而是举办了爱情嘉年华 邀约社福团体免费的涉滩 还有台湾农产品专区 感受到不一样的尾牙宴 这个红米 虽然不是我们自己院生做的 可是红米是我们自己种植的 除了材料自己种 碳味上琳琅满目 就有八种饼干零食 是花莲黎明教养院生 亲手制作 吸引人潮 鸿海集团尾牙嘉年华会 感受员工爱心满满 平坦可能有任养小朋友之类的 毕竟自己有能力就可以 多为这个社会有一点贡献 小小的付出 摆摊之前他们会先开一个说明会 然后我们就会去参加 然后他会进行筛选我们的产品 都要提供你的检验证明 我冬天使用我会比较好用 手工造同样门庭弱势 让爱心帮助到真正需要的人 间接扶植了不少庇护工方 北巡航 台北部导 云京农历春节淡水跟士林的 慈禧志工上街来宣传好话 免费地替店家贴上红色春帘 写上了静思语 看来是喜气洋洋 有的店家说话中的智慧 让人看了心情很好 而有店家对于感恩这两个字 格外有感触 慈禧志工人手一张好话 上街宣传 迎接春节许多店家 都贴上了应景又投喜的 金思语 这个句子真的很好 可以很贴心 很软心 很软心 对对对 可是我们也感觉得到 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你看你付出 无所求 你并不想回报 然后你又非常真诚的感恩 彼此感恩就是福 对啊这句话真的很好 感恩 我就感恩这个很好 因为现在的人都很不知道 喜福感恩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社会案件 对啊 你如果说都能够 彼此存在感恩的心 不管是可能我们对爸爸妈妈 或是我们对朋友之间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不好的社会心 谢谢你哦 入夜后更冷了 聚工不为低温 一间间店家拜访 这上人的一些 禁思语 很有深度 当时你去看一看 有时候帮很多人 有心的人就有感觉 那你翻一翻禁思语就很快乐 里面的话可以把你解开很多 你的思维吧 就让你心里快乐 也可以健康 红彤彤的禁思语很有过年感觉 街头巷尾更天喜气祥和 带一新闻知识美志工 台北报导 这些志工今年在海地的首次发放 是在最贫困的社区太阳城来进行 学校的学生跟家长都很期待 能够领取到来自于台湾的大名 地区太阳城来自于台湾的地区太阳城 地区太阳城来自于台湾的地区太阳城 地区太阳城了 我们会遇到1200人的地区太阳城 再到1200人的地区太阳城了 我们会遇到1000人的地区太阳城了 这种状况是非常有问题的 政府对他们的生活 也不懂得帮助,不懂得帮助 不懂得帮助,不懂得帮助 不懂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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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不想帮助 我们不想帮助 也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已经是可能 我们对食物生活的 我们也能给 饭食物 我们而不是在品牌 我们也是那些东西 就会休息 不止 一会 每天 我们从一会 有兴训 我们在大学 我们不是在福音 我们是在福音 但我们在学校中的学校 我们在学校中的学校中的学校中的学校 我们在学校中的学校中的学校中的学校 有很多孩子来到学校 因为他们会吃到学校 有很多孩子在学校中的学校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吃到学校 如果您有孩子教育 您会有一个教育的教育 所以我们要立即教育 我们在学校中的学校中的生活 如果我们继续做的学校 他们要保护免医生 如果我们继续的学校 也有可能学习 即使我们工作上的语言 我们给予他们一个职业 肯定会有一个选择 老当益庄 埃及有一名老太太 从四岁开始学游泳 终于在七十二岁的时候 拿到了游泳冠军 现在已经七十六岁了 他说年龄不是问题 他还要继续游下去 先为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看 也祝福您行春佳节愉快 我们再会